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当然了 那么在有可能这个礼拜三 刚好是我们台湾的加权指数 也要做一个类似期货的一个结算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刚好在这次端午廉价前的这个时刻 给我们感觉到跟上次的五一劳动节也好 还是过年前的那个十天的长假也好 让大家每次到廉价前面 对于大盘 对于股票 都有恐慌 害怕 戒慎 恐惧的心理 放在这个这个节前的一个前面 那我想节前如果谈过年十天长假的话 一般我认为影响比较大的是 类似做丙种的 因为他们的利息钱蛮高的 所以他们一定会先卖掉 所以会产生市场卖压 但是纵使如此 各位你可以从今年的 这个叫过年行情 十天大家都害怕 各位记不记得 我相信大家可能在过年前都还记得 你把股票卖光 不管过去去年套多少股票 你一定想说从一万三反弹到一万五 那一万四的过程当中想说先卖掉吧 怕那个去年赔到怕了 所以那个过程里面外资说 台股可能在 还有回测一次十年限 一万一千点的一个可能性 那这个话为什么你会听进去 因为它符合你心里当下的想法 各位人的心里很微妙的 因为外资说了 你心里可能想听到那句话 人家说出来了 你立刻采纳 所以你就促成你行动 把它给卖了 事后到今天你发现到 过年前卖股票的 大部分的股票 尤其是今年的时代红利的股票 你只要在过年前卖掉 你基本上买不回来 当然过年前卖的是那些 还在打库存的 或今年完全没题材的 什么叫完全没题材 我举个简单来讲 类似有一些橡胶类股 化工类股 那这种类型的股票 你说题材没有 公司也整个好好的在那 但是就是不会涨 我这两天也帮一些客户 检查一些它持股的内容 我看了之后发现 有一两个客户蛮特别的 我看完之后 奇怪了 它只有一档汉翔 跟一档 好像是台积电吧 而且是零股而已 我觉得这个两只还不错 其他的 包括联电在内 我都觉得 要是我的持股 我一定要换掉 我不是对联电有什么偏见 我的概念就是 如果我今天一笔资金 要进场投资股票 我尽量买最好那一档 联电也很好 台积电也很好 但是不好意思 台积电它的光芒 全球无法忽视 那既然我的钱不管大与小 就算我小一点的钱 我假设我现在连电60块好了 那台积电现在500块 那股价差十分之一 那我没那么多钱 怎么办 那我就买台积电的零股啊 那这个过程当中 我希望我的钱能够得到 最好的投资回报跟效率 那我会尽量选择 最好的股票进场 所以我在检视 这个客户的持股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它大概有12档股票 只有这两档 我觉得还不错的 其他的 要么就是我刚提到 橡胶类股 比如说这个叫台象之类的 那我就觉得你说要题材吗 没有看到 那你说要有什么获利的爆发性 也没看到 那这种股票 你在市场上就很吃亏 因为纵使它还是每年配息给你 但是它在今年目前已经涨了3000多点 4000点的过程里面 你就是看不到 这个股票带来给你的投资回报 有明显的成果 那今年要买什么股票最好 我还是跟大家讲 我很早跟大家谈到 就是AI的股票 我从去年大概 坦白讲我从去年5月份 那时候大盘还在跌 去年5月各位和我想想看 当时的5月份顶多在16000多点 或16000多到17000之间 那个时刻我就看上了 台积电的子公司创意电子 我觉得那时候股价是529块 那同一时间我在这边也跟大家谈过 同一个时间点5月20几号 我为了让我当时看我 YouTube频道节目的观众朋友也好 或者是我的客户也好 我为了要让他们知道说 我对于在去年当时5月份的创意 以及联电集团它的IP的资源 因为资源在去年曾经大涨过一波 挡到300多块 满凶悍的 那时候有非常多的分析师推荐资源 可是我在5月份我觉得 资源在后世来看 我没有看到明显的一个未来性 因为当时大家知道 晶圆厂全世界都在盖 中国大陆盖很多 那台湾也有在盖 然后甚至连印度 马来西亚都打算有盖场的动作 甚至欧洲也打算盖场 那日本也有这个考虑 所以在去年那个环境下 我认为成熟制成的部分 可能会比较辛苦 那往高阶的部分是一条很好的路子 所以我们当时就挑所谓的创意 支援 所以一样在IP的股票里面 我为什么挑创意电子 因为我认为它是在当下 最好的那档股票 那相同的就像台积电 跟联电一样意思 今天公司好与坏 有时候不是自己能决定 有时候是什么 你在那个时代的浪尖上 把你推高到一个 这个美光灯的前面 Spa Line前面 那这个时候 如果身为投资人的我们 或者是像我这样分析师 你如果看不懂 这个时代之下 Spa Line照到谁身上 你这个都看不懂 当然你做股票赚不到钱 甚至你还是赔钱 昨天有另外一个客户告诉我 他跟着其他的分析师 操作过程里面 他说 电视上都涨停板 可是 他实际上投资的结果是 到昨天为止都还在赔钱 四档股票没有一档赚的 到昨天都还在赔钱 那时间也不是两三天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 那我就跟我的客户讲说 那你这个方案我觉得应该停下来 为什么 代表方向完全看错 看不懂行情 你这个资金 用在你当下那些股票 真的很可惜 因为今年的行情是大多头 而且是我认为是很特别的 很特别的大多头 因为今年的题材 多到是往年来少见的 然后各位看这个 今年的红利在哪里 AI AI你如果不会挑最简单 台积电创意 那带你说创意 这股价好高 一千六七百块了 世新也一千七八百块 好贵 那M31价格稍微低一点 好 价不到一千块 那维影 好像一千块好贵 维影 这尹威 尹威这做测试的 比较没那么贵 但是也算高价股 翔硕 普瑞 也都是高价股 那你说这块 这么高价 我没办法参与怎么办 或许你就可以考虑零股 我们刚刚提到的 零股是一个犯法 那当然你如果记不想什么 选择权 这个Warrant 加Warrant这件事情 那个是 那是类似衍生性商品的动作 虽然我们国内 它叫做有价证券 但是权证这个东西 基本上它特性上 它完完全全是 所谓的衍生性商品 但是国内的法规 把它规定在 有价证券 所以这个风险 各位自己要考量到 所以除了AI之外 那你说资金不够的 你看三富旅行社涨到翻到天了 一波上来直接创历史新高 韩社昨天又拉涨停板 我想这张字卡 各位不知道看过多久了 我三不五十给他讲一下 因为我讲这个目的是举例子 这不是告诉你就去买韩社 去买这个三富 去买凤凰 去买星宇航空 去买亚洲航空 还是华航 网品 美食 我这边是跟他举例子 当然我举的例子 maybe 我举的还不错 所以你发现到 从你看到这张图到现在为止 哇真的天天在涨 天天在涨 还在涨 到昨天还在涨 还有还在涨停板 这个告诉你 好的分析师 可以看透大盘的方向 未来性 甚至把值得你留意的标的 通通挑出来 所以从内需消费之后 这叫什么 旅游饭店航空跟餐饮业 紧接着现在大家 汽车因为欧盟 这个已经开始要禁止排碳的关系 所以燃油汽车 你只要没有办法碳中和的 可能没办法销售 所以电动车变成一种选项 所以在电动车情况之下 就需要IGBT 还有这些相关的一个 电子零件 联组件 甚至像这次 华府也变成里面的标股 华府做什么 它就做美铝合金 从以前笔电的美铝合金 就发现 哇糟糕 这红海 这个 杀架的红海 所以它决定放弃 转型到车用的扣件 那像从车用扣件 这个美铝扣件 从扣件又到今天变成什么 可以做到车价 所以它获利就上来了 转型成功 所以股价变成一档标股 另外像除能类来讲的话 我想这次台电花了5000多亿 要强认电网计划 那这个是配合我们目前政府的政策 不要核能 要捷径能源 捷径能源里面 它就必须更改 更改很多设定 那更改设定过程当中 需要许多配套的设备 那配套设备要过程当中 你就必须要让 发电传输的效率更好 不要减少一些能耗 所以我想这商机出来之后 像中兴电工 华城 东元 四电 雅利 各位都发现这都是标股 这里面还包括了充电桩的部分 所以再来到军工 昨天各位看到军工 汉翔涨停板 对不对 义骑涨停板 那承田也大涨 所以昨天这个族群里面 雷虎昨天大涨 所以军工类股 昨天有人涨停板 有人大涨 那昨天的光光类股 有人涨停板 有人大涨 那昨天的能源 也是有人大涨 那AI有没有人涨 有 昨天AI谁最强 创意还不错 那M3是也蛮强的 另外再看到 最后一个生医类股 生医类股呢 我想我举的例子比较少 那为什么我举的例子比较少 因为生技医疗的股票 我们在经过这两三 三四五年来的一个 实际我个人的看法 很多股票 水很深 我看不懂的东西 我觉得我这尽量少碰 那生技医疗股票里面 我觉得我还可以 可以接受的股票其实不多 尤其有一些事件发生之后 我觉得 原生技医疗的大股东们 他们的操作手法 我不太认同 所以这方面来讲 我会比较少 琢磨于生技类股 但是里面有好公司 那我的筛选里面 就不会太多档 那在这么多生技里面 你只要挑对的 其实它还是跟其他类股一样 有很好的报酬率 所以各位看到 你就生技类股 一崩盘崩下来 很不得了 那个根本你跑都跑不掉 所以那种风险 就跟玩期货没什么两样 所以在生技类股 在操作上 各位要稍微留意一点点 一定要挑好的股票 我回到我刚才一开始讲的 好公司 我一样的一块钱 人家一块钱 大老板的一块钱 我们小老百姓一块钱 政府的一块钱 我的一块钱 怎么让你的一块钱 变得更有价值 就是要眼光 买到最好的那张股票 它这张股票会带给你 意想不到的收获 这是我会 推荐我客户的部分 所以在跟他谈到 这个时代红利之后 如果进一步 那AI最好好在哪里 好在这里 在这个次产业当中 从NVIDIA的高速运算晶片 需要IP设计 那晶圆制造 除了台积电之外 现在好像NVIDIA 也考虑给 这个Intel一些机会 那另外像伺服器 最近广达音业达 以前的伪创 这个都开始上来了 那中间我一个环节 没写到 就是主机板机壳 主机板像 举例子来讲的话 像华琴 技嘉维新 那这个机壳来讲 主要以三家为主 各位昨天有一家 比较小 股价比较低的涨停满 叫富华 还有银帮 秦城 机壳大概就 市场上目前热门 就抓这三档 那散热里面 我想这也是这次 在AI伺服器量中 一个重点 然后因为发热 因为效能越高 它发热的不可避免 那这个不可避免里面 我们就透过进一步的 AI的硬体商机 从这里面找到 可能的黑马股 从晶片的缺货 到美超为大量订购 要排队 但是这个AI伺服器 诞生之后 我想广达是一个 很重要的推手 各位从这次股市 大家看到 那广达也好 音乐达最近都有 接到订单 那广达比较 纯粹一点 那还有国内的伪创 那伺服器当中 除了要主机板 要机壳之外 中间的散热 非常重要 为什么 这些高速运算晶片 它发热 其实相当的一个 会比以前更多 那怎么办 目前的市场主流 是以气冷为主 那昨天市场传出 齐宏拿到了维二 全世界维二 一个是cooler 一家叫cooler 那实用拿到维二的 气冷的这个认证 所以昨天股价 创下挂牌新高价 那但是呢 从双红的股东大会提到了 他们有接到 美超微的订单 美超微在最近 这一两个月来 大涨超过一倍半以上 那为什么 因为它是很纯粹的 一个AI的伺服器的公司 那双红接到 它的订单 接什么订单 因为下半年第四季开始 要出货水冷式的散热 这个部分 那水冷散热来讲 根据股东会所提到 它这个部分的平均单价 是气冷的十倍 这个单价上十倍 那未来会慢慢走向 这一部分 所以那除了双红之外 还有谁在做水冷的 我当时就跟他讲 有一档黑马股在底下 那再到网络频宽部分 我认为目前从100G走到400G 未来会往800G 那800G我想这次 各位看到 智邦股东号提到 他们在准备800G的部分 在未来做布局 所以一个产业分析 你要了解到 那个方向往哪里走 什么公司站在有利的位置 就是我们会推荐给各位的 因为买最好的公司就对了 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 是不是跟他谈到 华星光这批黑马 过去一个一月当中涨一倍 这个是涨一倍了 那细光子的部分 是未来一个最新的技术 未来信号 那这边也会有黑马 那到电源供应器当中 最近电源供应 大概翻出来三档主要公司 最大的大家知道 光宝 台达电 OK 还有一档 我们小型股我就先不提 那因为这次NVIDIA 低估需求过程当中 台积电它产能不够 它是不是需要买新的设备 那需不需要委外一些高阶封装 这些都产生了商机 但是在上面所提到 散热除了双红所提到 未来AI的伺服器 会走向水冷之外 昨天的报纸 经济日报 登了一篇消息出来了 登什么东西 原来业界最强的散热能力 是由Intel 这部分拿下 美国的能源订单 能源部的订单 而这个订单部分 我想它上面列到 社会的股票 就双红 齐红 还一家 这个比较小型的股票 这家公司 它写出来 刚好就是这家 我所写到黑马股 刚好就是这家黑马股 昨天大家想买 买不到 看到报纸来不及了 所以有远见的分析师 会先提早很久 就告诉你 机会在这里 那当然今天早上 因为没有美盘的关系 那早上哪些股票 值得我们在盘前 可以做参考 我已经写好了 我今天写上股票 我认为 如果你是做今天短线的 或者到明天 比如我不想留端午风险的 那没关系 我认为 我今天列的这些股票 都值得你做 一天或两天的参考 那么想拿到这份讯息的 包括大盘的方向 我的看法在内 那欢迎您利用什么 利用这个LINE的部分 打开你的手机 这个输入小老鼠 007RICH 或者QR Code 直接扫码 你就可以拿到 我今天早上 已经发出去的 那份盘前的模拟稿 我们先进广告 待会来跟他谈谈 端午怎么办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我想刚才我们提到了 从产业结构分析里面 抓重点 重点里面 就会出现黑马 所以各位在6月7号 看到我跟大家讲 这张产业目前AI的 一个商机里面 那我列出的黑马 包括这里的华星光 大家很早就知道了 那这黑马股 我一直没有公开 到水冷式的一个 这档黑马股 除了双红之外 那昨天经济日报 把它名字登出来了 那我还是把它遮起来 那除了双红 奇红之外 还有这档股票 那重点是什么 Intel它这次能够推出 全世界业界最强的 散热技术里面 那已经得到 美国能源部的认可 已经这个采用了 那这部分来讲的话 我想这东西 是未来这个趋势 那是不是跟我们 当时跟他分析的角度 是一样的 那既然是如此的话 刚刚有人说 老师可不可以看一下 那个长什么样子 机会跟危险之间 来可以看刚刚那样股票 在机会跟危险之间 我想把它找出来 OK 那不好意思 这个字卡可能 没有准备好 OK 那没关系 那如果说你想知道 更详细 那直接利用网络 跟我做联系 那我们先谈 这个台北股市的 端午前这个问题 那各位看哄天 那大盘在这里 昨天是一个压回 回测5日均价线 那10日线在这里 那这个回测过程当中 这边有小小缺口 这个跳空缺口 这个缺口 昨天稍微补一下 也就是说这三天 包括昨天 今天跟明天 这三天里面 只要维持在 这个三个红线的 高档为止 或者说应该 进一步的往上 推升的时候 你看多头的企图心 企图心怎么看 我今天稿子写出来了 你怎么去判断 过长价前的 昨天 今天跟明天 多头企图到什么程度 而让中秋节 不 端午节过后 它如果有一个 可能性的回档的时候 它到底是危机还是转机 一定要先把这个搞清楚 你才知道说 我今天可不可以买股票 来等着 过年我没有关系 就跟我们之前建议大家 报股过年一样 报了台积电 报了创业电子 大家开心的不得了 有的玩又有的拿 这次在四天廉价 其实假期不明不长 关键在哪里 大家是怕短线涨多了 涨了2000点的行情现在 各位如果你懂波浪理论的话 你才好好检视一下这波行情 波浪理论里面我点到为止 我不讲太多 所以这点的行情当中 各位注意到 那我们当时跟他假设 今年行情是V型反转 这个V型反转理由 大家都看过了 大家都认同了 事后证明都是对的 那目前为止 走到这里为止 在这个多头的前提之下 目前走到这里 那会不会从这个 我原来预估的V型是错的 而转向打勾勾的行情 Nike行情 有没有可能性 我列了四大理由 如果这个前提假设是对的 假如端午过 端午过后真的有个拉回 它会是各位很好的机会点 只是你要买什么股票的问题 好 那这个地方 我最后的结论给大家 端午如果敢变盘 危险就会变机会 那这方面如果说想了解 我对大盘的看法 跟更多个股黑马股的 一个资料的话 您可以利用下午的YouTube频道 收看我们的财富密码节目 我们下午见 拜拜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选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 BGM BGM